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越人造车 越国没有车 越国人也不懂得如何造车 他们很想学造车的技术 好将车用在战场上 增强本国的军事力量 有一次 一个越人到晋国去游玩 他在郊外看到一辆破旧的车 车的服条 轮子 车员都已经坏了 基本上没有一处是完好的 这个越国人曾经在晋国见过车 但看得不太真切 所以 尽管这辆车已经破烂不堪 但仍然可以确定这是一辆车 他一心想为家乡立功 就想办法把破车运了回去 回到家 这个越人便到处夸耀这辆车 到他家去看车的人络绎不绝 人们纷纷议论道 原来车就是这个样子啊 是不是破损了呢 怕不能用吧 你见过真正的车吗 没见过就不要瞎说 就这样 越国人都纷纷模仿这个车的形状造起车来 后来 晋国人和楚国人见到越人造的车 都笑得直不起腰来 越国人竟然将车都造成破车 哪里能用呢 可是越人根本不理会他人的讥讽 造出了一辆辆的破车 终于有一天 战争爆发了 敌人压境 越国人驾着破战车向敌军冲去 被打得落花流水 结果战争失败了 预言说明 向别人学习当然是对的 但是应该有所选择 要学习好的先进的东西 抛掉不好的落后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